草鱼呢家家户户都在吃 去腥呢是个难题 今天我就用四步西腥大法 来帮您解决您看好了 第一步咱需要把草鱼腹部的黑膜给它去除 这黑膜呢土腥味特别重 咱们用个厨房用纸来把它擦拭干净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纸上呢都是这种黑膜 黑膜呢我们已经给它去除干净 第二步我们要去除腹部当中的贴骨血 我们取一个勺子 要把贴骨血呢给它刮干净 再来用厨房用纸呢给它擦拭一下 这样呢我们就把贴骨血处理干净了 这是清理出来的 去腥的第三步就是鱼的喉咙 在这个位置 鱼的喉咙呢连着鱼牙 咱用手呢慢慢的给它拉出来 千万注意安全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鱼的牙呢就在它的喉部 这块喉骨也给它取出来 现在呢我们用了三步 把它的腹部的黑膜 贴骨血 还有它的喉部的牙齿喉咙 给它去掉了 现在呢我们来到第四步 咱锅里呢烧水 烧至70度左右 咱们用手呢稍稍滑一下 烫手就可以了 咱们把草鱼下锅 咱们稍稍给它烫一下 好烫到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烫好的鱼呢 咱们用刀 轻轻地把表面的黑膜粘液 给它刮掉 这个粘液呢 土腥味特别的重 给它去除干净呢 我们的这个鱼呢 吃起来再也不会腥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粘液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条鱼 清理出多少的脏东西 这样呢草鱼就清理好了 四步的吸腥大法 吃了草鱼呢 再也不会有土腥味 无论是淡水鱼 还是海鱼 在烹制过程当中 去腥是主要的任务 在提前窄洗的时候 要按照刚才刘强做这个鱼 所谈到的这祭典 我来讲一下 鱼的腥腺 需要不需要去掉的问题 大家说是腥腺 实际上它是鱼在水里游动的一种平红线 这个平红线呢 腥味很轻 可以不去除 不会影响这个鱼的味道的 只要是调理好了 摘洗好了 在调味在烹饪加热过程当中 注意好合理的用好调味料 鱼的腥味是完全可以去除的 椰栏好菜 每日更新 为您的美味生活 争彩 炒鸡的方法呢 有很多种 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神秘 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炒鸡 大家呢 如果觉得这种方法要是不好吃 那就算我输 先把这个鸡呢 给它分解一下 把蒜呢 给它拍一下 辣椒呢 给它切成段 锅烧热呢 咱们来加入花生油 油呢 稍稍宽着点 锅内呢 放入八角花椒 下入剁好的鸡块 做炒鸡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能够焯水 直接生炒 这个鸡肉变色呢 就可以放入 葱姜蒜 还有干椒 鸡块呢 炒至表面微黄 放入一勺的黄豆酱 放入生抽 继续翻炒 放点老抽 放入料酒 咱们少加点水 和鸡肉呢 持平就可以了 放入少许的糖 少许的盐 调好味呢 盖上锅盖 中火来焖至十分钟 炒鸡在全国各地 版本很多 炒的方法不同 用的调料和辅料 也有所不同 但是有两点是共同的 第一呢 鸡块不要焯水 直接生炒 第二呢 烧炒结合 在炒的过程当中呢 稍加一点水 进行烧制 然后往火快炒 使鸡熟而不韧 既香又鲜 十分钟的时间呢 已经到了 咱们打开锅盖来看一看 看来这汁呢 已经收得差不多了 咱这个里面呢 不放鸡精味精 放蛤蜊 咱腾空呢 咱把这个蛤蜊放在里面 给它焖一下 一分钟 之后呢 咱们给它翻炒均匀 今天的炒鸡 加了火蛤蜊 那么就增加了 这份炒鸡的特殊的风味 什么风味呢 肯定是香上加鲜 蛤蜊开口呢 咱就把辣椒放里面 再给它来炒至一分钟 这样呢 鸡肉完全吸收蛤蜊的这个汤汁 这个鲜味呢 非常的足了 好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出锅了 炒鸡做好了 希望能成为您的年夜大菜 祝您大鸡大利 关注我们明天见